好 主播 今天下午三点多新北市进行枪响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当初嫌犯就是开着这辆车逃逸 而在逃逸的过程中还撞击到了路边的机车 但他甚至还想要意图倒车来冲撞几车 因此导大的远警是朝车轮一共开了四枪 试图想要把他拦架 而嫌犯的车辆因为轮胎没气加到进到死相里 开车的无形男子也因此被警方逮捕 目前根据了解远警当初在开车巡逻的时候 发生这辆车行迹可疑 他已经适量了对方要停车 但驾驶却完全不理会 甚至是还加速逃逸 因此警方才会一路来追捕 而轿车最后停号的位置是在新北市的土城 由于当时有罕支援 所以包含土城和板桥的警方都有加入了微捕的行列 而这名无形驾驶不仅拒绝盘查 甚至还想要冲撞警车 之后调查发现他是一名毒品的通缉犯 也在他的车内收到海洛因和安非他命等等毒品 或是警方也将人带回调查要依法侦办 那终于找到今天时间尽头交换主播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开启小铃铛